大家好 今天开始第七讲 避免未来函数 我是陆杰 什么是未来函数 未来函数它是一个概念 很多人对它并不了解 包括一些从事交易有一段时间的主观交易 不是从事程序化交易 从事主观交易有一段时间的交易者 也不了解未来函数是什么 我曾经还碰到过 在网上开课教授课程 教授交易方法的一个老师 问他有关未来函数的问题 他居然不知道什么是未来函数 那么未来函数在程序化交易当中 在策略的编写当中 是非常容易碰到的 而且我感受90%以上的程序化交易者 都会不可避免的碰到过未来函数 不可避免的碰到过未来函数 带来的恶劣影响 包括我自己刚刚开始的时候 也经常会有意无意的就碰到了 写到了未来函数 有的时候还浑然不知 在策略当中用到了未来函数 还浑然不知 那么为最后导致策略的回测效果 看得非常漂亮非常亮丽 但是直拍效果就是可以说惨不忍睹 对吧 那我们这节课就来讲什么是未来函数 然后哪一些未来函数我们会容易碰到 然后我们怎么去避免它 对吧 好 什么是未来函数呢 未来函数在 从定义上来讲的话 就是说假设A事件 是果 是结果 对不对 B事件是因 那么同时呢 B又晚于A发生 也就是说B晚 后发生的事情 来影响到了A 以先发生的A 对吧 那么这种函数就成为未来函数 对吧 通常我们是因发生在前 果发生在后 如果反过来 果发生在后 因在前的话 那就是未来函数 这个是从纯粹的狭义的定义上来讲 那如果广义的定义是什么呢 这是我自己给他的定义 就是广义的定义 在我们程序化交易领域 任何导致回次的时候能成交 而石盘不能成交的逻辑 我都把它定义为未来函数 好 这是 这已经就是规范到我们这个程序化交易 这个领域当中 我们会经常碰到说 有的信号 对吧 在回测的时候能出现 能成交 而当你把这个策略放到 模拟的石盘交 模拟交易 或者石盘交易当中 这个行情是动态的话 你这个信号就出现的时候 要不你不能成交 要不这个信号出现了呢 又没有了 到后面呢 你又看到了 那这种函数 这种情形 我们都把它称为未来函数 我这里有一个例子 你看看未来函数 对我们策略的影响到底有多大 对吧 我这里有一个策略 一模一样的策略 只是呢 我在这个策略当中 第一行是我策略的绩效 第二行 是我在这个策略当中 加入了未来函数的 而生成的绩效 大家可以比较一下看 对吧 这个策略A 没有未来函数的 整个回测期间的净利润 是7万 那么策略B 加入了未来函数 它的净利润变成了14万 这两个 它的所有的逻辑 都是一模一样的 最后就是在 成交这个地方 加入了一个未来函数 或者说叫一个过去的价格 所以你看 这个绩效会相差这么大 那我们在 这个图表上是更容易直观的 看到它的区别 左侧这张图 而右侧这张图 是没有未来函数的 真实的一个策略的 一个回撤的一个绩效 我们看到它没有不断创创新高 跟前期的高点 几乎持平 现在的高点 对吧 那么左边的这张图呢 是加入了未来函数的 那我们看到 它们俩形状很像 但是呢 左边这个策略呢 在不断的创新高 不断的创新高 是吧 可以看到明显的区别 对不对 所以说如果我们的策略当中 有了包含了未来函数 你的回撤结果会非常的亮丽 看起来会非常的耀眼 对吧 那么实际上呢 当你把它用到石盘交易的时候呢 那完全不是那么回事 好 那我们怎么知道说 我们这个所用的这个策略当中 有未来函数和或者说没有未来函数呢 有一个明显的特征 有一个明显的特征 就是如果说指标的话 它这个线段呢 画了会重画 随着行情的演进 它的这个线段呢 会被擦掉 再重画一下 然后后面的价格改了以后呢 它某一段线段呢 又会擦掉 又会重画 第二种情况呢 是什么呢 在策略交易当中 它这个出现的交易信号 会不断的出现 过一段时间 它又会没有了 又消失了 它会不断的出现 然后消失 就随着行情的变化 信号会闪烁 我们这个术语就叫它 信号会闪烁 那这两种特征 这两种现象 如果你看到的话 那就是100% 你的策略里面 含有未来函数 或者说你的指标里面 还有未来函数 这是我们两个明显的特征 然后呢 下面呢 我就来跟大家说说 就是策略编写当中 我们常见的跟未来函数 有关的错误 到底哪些 我们会非常容易犯错误 这也是就是说 我在实际的策略编写和交易当中 碰到的问题 经常碰到的问题 我相信每个人可能也都会碰到这样的问题 那么在讲这个常见错误之前 我先要跟大家 澄清也好 着重强调一个重要的概念 这个概念 你如果说不清楚 那后面这个未来函数是一定会出现 要消除未来函数的影响 要使得我们这个策略逻辑清晰的话 那必须要懂得这个概念 而且牢牢记住这个概念 那么这个概念就是说 第一 历史数据中 每条K线的收盘价 最高价和最低价 尤其仅有一个 这个很容易理解 就是在K线 过去的行情当中 只要这个K线 这根K线已经结束了 你回过去头去看 它的收盘价 最高价 最低价 尤其只有一个 只可能有一个 不可能有第二个 对不对 好 十盘行情中 每条K线的收盘价 最高价和最低价 可能有一个或者多个 每一个Tick都是一个收盘价 这个是就解释出来 就是这个意思 就是当我们这个行情 是动态行情的时候 每来一个Tick 对吧 每次有数据 一个数据传过来 它程序都把它认 当作是一个收盘价 也许你这个时候 还在K线的中间在运行 K线还没结束呢 它就把它当作是一个收盘价 那么另外呢 它的最高价 也是在新的数据 进来的过程当中 不断被更新的 有可能下一个数据进来 比前面的最高价更高 那么它的最高价又会抬高一个 对吧 那么就最新的那个价格 就变成了新的最高价 那么最低价也是 这个同样的道理 所以我们讲 10盘行情中 每条K线的收盘价 最高价和最低价 可能有一个或者多个 每一个Tick都是一个收盘价 这个要记住 对吧 每次Tick进来 程序都会运行一遍 这时候这个Tick的最新价格 就是一个收盘价 好 第三 每一条新的K线开始 只有开盘价是固定 不再变动 收盘价 最高价和最低价 都会不断变化 直到当跟K线结束 这个意思大家理解不理解 就是说 一根K新的K线开始的时候 现在唯一不变的东西是什么 是开盘价 开盘价一旦确定 是永远不再变化了 在这根K线当中 那么他其他的三个价格收盘最高最低 这三个价格呢 都会随着新的价格进来 而不断的变化 直到这条K线结束 这三个价格才被固定下来 好 这三条是一个重要的概念 是三个重要的概念 把这个一定要记住 如果这个不记住 那你这个未来函数 在程序当中就是一定不可避免 好 好 下面我们就具体来讲 他哪些情况 他会出现 这个未来函数有关的这个错误 第一个 在我们编程当中 很容易就使用的是什么 叫过去的价格 过去 就现在在当前 却去引用了过去的价格 这也有人把他叫做偷价 那么在这个TBE简单的这个编程语言当中 编码当中 它是怎么写的呢 它是怎么来体会的这个出现这个错误的呢 这里看一下 就是上面这行就是说是有错误的代码 它的逻辑是什么呢 它的策略逻辑就是如果最高价大于前三个周期的最高价 这个是前三根K线的最高价 这个呢 是当前K线的最高价 如果当前K线的最高价大于前面三条K线最高价 同时没有持仓的话 那就开仓买多 对吧 就买入这个Lots Lots就是手数 就买入几手 然后呢 用什么价格呢 用当根K线的开盘价买多 好 那么这句呢 是有问题的 问题出在哪里呢 问题出在这个价格 就当上面这个条件已经当上面这个条件满足的时候 在当根K线可能已经走了一段时间了 好 当当根K线走了一段时间的时候呢 你已经脱离了这个开盘价一段距离了 有可能哦 有可能已经脱离了这个开盘价一段距离了 那在这个时候你再用开盘价去买入 显然是成交不了的 对不对 是成交不了的 但是呢 在这个在历史回撤当中呢 它是可以做到的 是可以成交了 好吧 在历史回撤当中 它是可以成交的 但是呢 在你的石盘交易当中呢 是无法成交的 那我们在图表上看起来就是这个情况 对吧 那我们这里就是是反过来的情况 是做空的情况 就是说如果说我的最低价低于前三根K线 一二三低于前三根K线的最低价位的话 就这根黄线的位置 也就我们叫它价位A 低于这个黄线位置价位A的时候呢 我就开空 开空 对不对 开张做空 那么我用什么价格开空呢 用当根K线的开盘价 也就是我这里标出来的价位B 对吧 那你想想看 这个时候已经突破了前三根K线的最低价位 你这时候却要用比这个高的多的一个开盘价来做空 你觉得能成交吗 对吧 显然在石盘当中它是不能成交的 但是在回撤当中是可以的 这个点我就是用在回撤当中画出来的一个点 出现了一个价位 这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典型的一个 使用了过去的价格的一个例子 第二种情况是什么呢 就是使用了含有未来函数的指标 那么这就是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指标 叫ZIGZG的指标 中文叫做知字转向 知字转向指标 那这个指标呢 它是根据你的每次涨上去和回下来的幅度 而不断的改进 不断的画 不断的插掉 重画画出来的这么漂亮的线段 你看它 它每次都在最高点往下折 在最低点往上折 它画出来每次都是在最高或者最低点 那试想一下如果说我们做的一个策略 每次都在这个ZIGZG的转折点这个地方 开仓 做相应的交易 对不对 在这个高点我做空 在这个低点我又做多 做空做多 做空做多 对不对 如果我说我这个策略是跟这个ZIGZG指标一样 做多做空的话 那我不是所有的行情的钱全部赚到了 对吧 甚至都很少有回撤 对吧 但是事实上呢 你是做不到的 为什么呢 因为它这个指标是事后才画出来 它这个线段是事后才画出来 是这段下来了以后 它这个行情走上来一段距离以后 它才按照这个往上画 然后呢 这条线段一定要到这个顶点往下走以后 它这条线段才固定下 在这个往上走的过程当中 它这条线是一直在变化 这里也是一样的道理 它在往往下走的过程当中 这条线是一直在变化 一直到这条线到了这个最低价 然后呢 价格又往上走了一段以后 这条线才被固定下来 所以说它这个当中就使用到了后来的价格 对不对 它这条线是参考了后来的价格 它才画出来了 这就是一个典型的未来函数 如果说使用这样的指标 回次的效果会非常的漂亮 但是呢 石盘交易的业绩一定会非常的糟糕 第三种情况呢 叫做就可能出现未来函数错误的呢 就是用小周期调用大周期 就是用小周期调用大周期的策略当中 很容易碰到未来函数 或者很容易使用了未来函数 好 现在我们就要来看一个例子 就是小周期调用大周期的案例 那么在这个当中呢 我们的逻辑是什么呢 我们有一个策略 它逻辑 假设它的逻辑是什么 短周期的MACD出现净差 同时长周期的MACD也出现净差 那我们就开仓做多 好 就是短 我们所说的就是说长短公正 就短周期的MACD出现了净差 同时长周期的MACD也出现净差 就是公正了 那我们开仓做多 好 那么看看这个图表是怎么样 好 这个下面这张图呢 是短周期的MACD 短周期的MACD 这里你看每一条竖线 每一条竖线就代表了它一根K线 每一个竖线就是代表它一个周期 就是一根K线的周期 在这里实际上我是调用的是30分钟的 然后呢 上面这条K线呢 那上面这个MACD的图表呢 是长周期的MACD 是150分钟的MACD 好 那我们回过来 想想我们刚才的第一是什么 短周期MACD净差 长周期MACD净差 那我们在短周期的时候 在这个点位差出现了MACD的净差 出现了净差 好 那么我们就对应上去去看 这个上面的MACD 长周期的有没有出现净差呢 在这个地方确实出现了净差 也就是说是黄线是在蓝线上面 确实出现了净差 那么我们以此为一句 我们就开多 对吧 开仓做多 是不是 看起来非常的正确 没有问题 但是 但是我们要仔细的想一想 当我们这个短周期 碰到金差的时候 对应上去 这个时候正好在 长周期的K线运行当中 一根K线当中 它这根K线还没有结束 因为它是长周期 它是150分钟 这里是30分钟 一根K线 它这根K线结束了 出现净差的时候呢 长周期上的那根K线并没有结束 那根K线它还在不断的变化当中 对不对 长周期的K线是这里到这里 这是一个周期 所以它这个正在两个K线的中间 它还没有真正的结束 对不对 虽然说后面的行情的走势 确实当这根K线结束的时候呢 它这个黄线是在点在这 所以它连线一连呢 确实在前面小周期出现金差 那个时刻呢 确实它也出现了金差 对吧 那么 看起来是非常的正确 但是呢 会不会出现另外一种情况呢 就是它的行情没有走得这么好 事实上呢 行情呢 它走了一条红色虚线所形成的这 这么一个一条路径呢 对不对 所以就当这根长周期的K线结束的时候呢 它并没有收在这个地方 而是收在了这个地方 那么这个地方和前面K线开始的 前一根K线结束的地方一连线呢 是红色的虚线这条 那如果说真的出现了这种情况的话 那么在这个位置 短周期出现金差的这个位置 在长周期上并没有出现金差 对吧 那那么 这个信号就是会消失 但是当你前面黄线在蓝线上的时候 它是会出现 但是呢 等到信号走到这儿 一旦发现这个最终K线结束 最终MACD没有收在蓝线之上的话 那它就会变成不符合条件 也就是说长周期的MAC金差 MACD金差并没有出现 那么前面出现过的那个信号 它就会消失 那么这个是理解的时候 稍稍有点难度 要大家要静下心来 就是仔细去揣摩 那么就是说大周期调用小周期是没有问题 小周期调用大周期 要非常当心未来函数的这个问题 要反复检查有没有用到未来函数 那么在后面的有一节课当中 我会深度抛析一个大周期小周期的案例 在当中就会非常强调这一点 怎么样来避开这个未来函数的问题 应该这个数值应该怎么取 这个周期应该怎么取 才可以避免这个小周期大周期 我们这里讲的就是这个原理 就小周期调用大周期 是极其容易出现这个未来函数的 好 下面第四种情况是什么呢 就是当根K线中使用了 当根K线的最高价最低价或收盘价 这个我们前面讲那个概念 刚才我们前面讲的那个概念 如果说大家能理解的话 这点就很容易理解 就是说在当根K线当中 它的最高价和最低价收盘价是在不断变化的 直到这根K线走完 是吧 如果在当根K线这个K线还没走完 你在调用它的最高最低价或者收盘价的时候 它是非常容易产生一个未来函数的一个现象 非常容易 那么看看有没有例子 我们在例子当中看看 那么就是说 就是说这个例子 就是说假设我们一个策略 它的逻辑是说 当最高价小于100周期均线 且没有仓位时开上座多 当最高价小于100周期均线 且没有仓位时开上座多 那这里用我们用这个TB的这个变成语言写出来 就这个意思 就是这样 如果说当根K线的最高价 小于100周期的均线 小于100周期均线 并且没有磁商的时候 那我们就开多 那么我们想象一下 刚刚开盘的时候 刚刚刚对 刚刚一根K线刚刚形成的时候 它这个最高价就是它的开盘价 它的最高价小于某一条均线 有没有可能 完全有可能 然后又过了一段时间 这K线走了一阵 随着这个最高价的不断推进 不断推进 有可能它的最高价变成大于了这条均线 是吧 也就是说 在我刚开盘的时候 或者刚开盘的不久 我满足这个条件了 我开仓 但是呢 K线还没走完 又走了一阵呢 变成最高价变成大于了这条均线 那么这个条件不满足了 就变成了不开仓 对不对 所以前面会出现一个开仓信号 随着这个最高价的推高 随着这个这个最高价大于这个均线以后呢 这个 这个开仓信号就会消失 这个就是我们说的在当根K线中不当调用了最高最低或者受盘价 像这种情况就是会产生信号消失 前面有了过一阵子呢 随着这个行情不断的发展呢 信号又没有了 对吧 但是你用在回撤上面的时候 你这个语句是一点都没问题的 对吧 一旦它这个信号出来 它是永远不会消失的 那你要做回撤做什么都可以做 对不对 所以这个使用回撤在回撤当中和试盘当中 这个还是有所区别的啊 所以大家一定要小心在当根K线中不当调用这个最高最低和受盘价啊 但唯一可以调用的是什么呢 没有问题的就是开盘价 开盘价只要一旦生成 你是在当根K线中调用时一点问题都没有 因为它是固定不变了 这四个价格当中只有这一个价格是固定不变的 好 牢记住这里 第五 第五就是啊 我们的程序当中有时候会忽略了K线内部的价格顺序 就是忽略了内部顺序 就看看它的收盘价在这儿 但是你不知道它这个收盘价是经过了怎么样的一个价格走势啊 折了几折或者弯了几弯上上了几下下了几下最后定格在那个收盘价你不知道 对不对 那么有的时候就因为这个的忽略就会导致一些程序上面的错误或者价格回撤上面结果的错误 对不对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有个案例解释哈 就是说我假设我有一个程序我有一个策略 它的逻辑是如果最高价大于4000且收盘价低于4000 则开仓做多 对不对 那么就是就是很容易理解就是我们比如说我们是这种形态 K线就是这种形态 最高价这条红线就是4000 对不对 红线就是4000 就最高价大于4000 同时呢收盘价需要低于4000 那么开仓做多 如果说K线走出这么一个形态的话 那我们就开仓做多了 对不对 好 但是呢很不幸 这个形态它出现的呢并不是这根K线已经走完了 可能这条K线才走了半层就出现了这么一个形态 这个时候呢 因为我们的这个逻辑 因为我们这么的一个编码 我们就开仓了 随着这条K线不断的发展 随着这个新的行情不断进来 到最后 这条K线走完结束的时候 形成了这么一个形态 对吧 也就是说 这个最低的这个收盘价在红线下面 走了一阵子以后 最后 却收在了红线的上面 也就是说收在了4000的上面 对不对 那我们再来看看这个条件还能够能不能满足呢 如果最高价大于4000 并且收盘价低于4000 开仗做多 如果最高价大于4000 并且收盘价低于4000 开仗 这个条件在K线走完以后变得不满足 对吧 你看这就出问题了 当K线走完半层的时候 这个条件是满足的 这个开仗信号是出来了 那么在十番交易的时候 它是已经帮你买进了 对不对 然后走啊走啊走啊 走到这条K线完全结束的时候 变成了不满足了 不满足以后 在你的图表上面 这个开仗信号就完全消失了 是吧 但是呢 在你的实际仓位当中呢 却有了这种磁场 这就形成了你的策略磁场 与你的实际账户磁场 出现了不匹配 那么这个原因就是因为的未来函数 就是因为未来函数导致 对不对 我们没有历清前面几个重要的概念 特别是刚才有三个重要的 这三条重要的概念 导致后面变成当中会出现未来函数 是吧 那么在 在我们的这个 止盈止损点的设置当中 也会出现 由于在当根K线当中的价格走势不明确 不不确定导致的回撤的实际 于回撤的指引点 与实际的指引点 有非常大的差距 是不是 在这个例子当中 就是说回撤的指引点是在最低点 往上五个点就在这个位置 这是回撤的指引点 但是呢 在实盘的指引点呢 会比这个位置高的多的多 可能回撤会会指引在这个位置 因为 它这个最低点可能第一最低点是出现在这 在这儿以后它就出现了五个点的回调 五个点一回调的时候 这个策略就认为说 你已经满足我的回调的条件了 那我就把它指引 那哪知道后面它又往下走 然后再上来 一直回到这儿收 结束这条K线 对不对 因为我们在K线 价格在这K线里面怎么走 我们不确定 导致我们的回撤和实际的试盘 就会有很大的差距 那总而总结一下 上面的这些五条都是带给我们未来函数 或者说我们的价格闪烁 或者说我们这个价格消失的这个错误的原因 在我们编程的时候 在我们编写策略的时候 要非常非常小心 这些错误的出现 那么还有一个方法就是说 当我们做回撤的时候 如果我们看到这个回撤的曲线非常漂亮 回撤的这个结果非常亮丽的话 第一个大家就要回去想一想 我在我的策略上 有没有出现未来函数的问题 好 今天就讲到这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